各位朋友,我现在的位置是波密县里,帕龙藏不将派 昨天晚上我来到波密,就入住在波密的房车营地 波密的房车营地条件非常好 好,有两个,一是它的环境,这个环境就位于帕龙藏不将派 除了帕龙藏不将,再就是它周边全是绿草坪和植被 所以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这是七一 其二呢,它的硬性条件也特别好 所谓硬性条件,就是在这里有非常好的卫生间 还有为大家提供的洗菜池 再就是啊,有水有电 同时呢,就是在草坪上,还允许在这里扎帐篷 所以,不管是环境条件,还是硬性条件 这里啊,应该说是我见到比较好的房车营地之一 现在,大家就来看一看 波密,这个非常美的地方 四面环山,看 这个环境特别的美 山,云雾,怕龙藏不将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房车营地的环境 这就是绿草坪 在这些绿草坪上呢 你可以在这里扎帐篷 昨天晚上,这里就有几个扎帐篷露营的人 现在啊,还有几个帐篷还扎在那里 没有车帐篷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就是它的环境 应该说啊,波密政府 在为自驾旅行爱好者提供的 这些硬性条件方面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看这是周边的环境条件 让我们继续啊,向前看一下 昨天晚上呢,我陆住在这个房车营地 看到这里既有小车 有房车 同时呢,还有小货车 小货车呢,是乡市小货车 乡市小货车啊,我过去看了一下 里边旅行旅游所有的装备都齐全 这也是一个旅行爱好者 所以他开着一个小的乡市小货车来旅行 看看,这就是扎帐篷的 还有没有撤掉的 所以我想啊,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 有些人啊,有条件 条件非常好 有些人呢,条件可能一般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但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就不去实现这梦想吗 答案是否定的 即使条件差一些 不完全具备条件 但在实现梦想的路上 但是同等的 与有条件的人是相同的 看 这就是那乡市小货车 今天还没有走 大家看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卫生间 下面 这是一个洗菜用的 专用的 一个池子 因为有时候啊 没有这个池子 在厕所 洗漱间里 洗菜 淘米啊 经常被堵塞 所以这里呢 他就建了一个专用的 洗菜池 看方便吧 这就是政府 为了解决旅行者的 一些方便 而设置的 这就是 房车营地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就是我的车 看 我那车 这一个乡市小货车呢 已经启动 准备要离开这里 看这个环境 多么好 我一会儿 也要前往路郎小镇 看看 周边的环境 这里可以放 很多的车 很多的车 看看 有中国 车 不再大小 有梦想 就醒了 继续往前走 大家看看 这就是 帕龙藏不僵 这就是整个的 房车营地的环境 和房车营地 看 这是 房车 各位朋友 刚才 我与大家 共同分享了 波密的 房车营地 如果 你走在 西藏 自驾的路上 想着来到 波密的 自驾 房车营地 你就可以 导航一下 房车营地 就可以了 今天 我就与大家 分享一下 我在 波密 房车营地 入宿 以及它周边的环境 在这里 我还要特地 对 波密市政府 对 房车营地的建设 表示 忠心的感谢 谢谢 波密市 人民政府 好 今天上午 就与大家 分享到这里 再见